大把头发三厘米 给你一份鸡肉盖饭 好耶 吃饭去了 白鞋头发十五厘米 给你一份糖醋里肌 我最喜欢糖醋里肌了 小妹的头发有二十五厘米吧 阿姨给你一份糖醋鱼糖醋里肌大金屁 谢谢阿姨 黑脸魔王没有头发 没有饭 谁说我没有 好吧 至少不是光头 给你一个馒头 馒头就馒头吧 总比饿得肚子好 这是怎么回事 大招好奇怪 大宝一百张卷子 怎么会有这么多了 白雪五十张卷子 作业好多啊 还有我的多吗 小妹十一张卷子 哎 头发还是不够长了 贝尔没有作业 为什么我没有作业 这也太奇怪了吧 贝尔姐姐 你不知道吗 小金龙为了保护大家越来越少的头发 决定头发越长的人定位越高 你的头发是童话王国最长的 所以你现在是童话王国的头发女王 原来是这样 没想到我会成为头发女王 那岂不是所有人都要听我的话了 艾莎阿姨 我要店里所有的零食 天黑之前全部送到我家 可是你把零食都拿走了 其他人怎么办 我现在可是女王 你不听我的话了吗 好吧 白雪姐姐 这叫板真好玩 是啊 我也很开心 从现在开始 游乐场是我的了 你们两个快给我出去 可惜 我和白雪姐姐也想在这里玩 对啊 对啊 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不行 我可是女王 你们都要听我的 好吧 我们这就走 凯琳阿姨 我想要一份能让头发快速生长的药水 很抱歉 我没有 不过 我可以给你做一份头发营养液 坚持用 头发会慢慢变多的 好吧 谢谢凯琳阿姨 凯琳阿姨 我想要变漂亮药水 你先等一等 我正在帮黑暗魔王做头发营养液 什么 还有这种好东西 快给我 快给我 不行 是我先来的 想要后面排队去 我可是头发女王 你们都应该听我的 我不仅要你的头发营养液 我还要凯琳阿姨的所有魔法药水 贝儿 你太贪心了 没办法 谁让我是女王呢 够了 我什么都不会给你的 我可是女王 你必须给我 我就不给 小经理小经理 凯琳阿姨欺负我 为了保护大家越来越少的头发 我才让大家用头发长度决定地位的 可是贝儿 你却仗着自己是头发女王 欺负同学 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宣布 从现在开始取消这个规定 贝儿 如果你想得到大家的原谅 就去把教室和游乐场打扫一遍吧 我错了 我就想去打扫 小朋友们 你们的头发多长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哟 点赞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